烤鸡肉串是烤肉代表美食之一 烤鸡肉串也是价格实惠的大众料理 但是在家中没有烧口的器具时怎么办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版烤鸡肉串 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道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美味的加上菜 烧口味鸡肉串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三、五上传我新的视频 准备一块去骨的鸡腿肉 切成两厘米左右宽的小块状备用 也可以用鸡胸肉代替 但是鸡腿肉的口感会比较好 最好保留鸡皮 可以让鸡肉更加的鲜满 放在碗中 加一勺盐 加一勺胡椒粉 加一勺紫然粉 加一些料酒 加一汤匙的生抽 加一个鸡蛋清 加一勺胡椒粉 加一勺生抽 然后用手抓匀 放在旁边腌制15分钟 放在旁边腌制15分钟 准备一个小碗 准备一些配料 三勺的紫然粉 两勺的辣椒面 两勺的辣椒面 两勺的自然粒 一汤匙的白芝麻 把锅烧热 倒一些油 准备煸炒鸡肉 把锅左右摇转一下 让油均匀地盖在锅底 以免鸡肉粘锅 把鸡肉变炒至成白色后 倒入准备好的配料 煸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可以用竹签把鸡肉块给串起来 不需要烤炉的家庭板 烤鸡肉串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和订阅 我会在每个星期 一、三、五上传我新的视频